这个户型呢就是我们最小的户型 20平 然后这里进来之后呢 在我们右手边 在楼梯的下面 楼梯的下面呢就是我们的厨房 也会有个小冰箱 有一点点收纳系统 可以放鞋子 然后的话呢这边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卫生间 这边就是我们的卫生间 可以简单看一下 卫生间的大小 容纳两到三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洗澡也是没有问题 然后的话外面这里也依然是那种 我们洗手盆就是外移了 然后这里是一个鞋柜 这里也是一个鞋柜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也是鞋柜 是一个可以推进去的收纳系统 这个位置是推进去的收纳系统 然后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小的客厅 小客厅 然后外面是阳台 然后这个位置呢我们就上楼梯 上楼梯的话你也发现哈我们的 这楼梯上的都有这种小的配套啊 这种我们叫做小夜灯 叫小夜灯 所有的要满房的交流标准都有了 然后楼梯是这样的 然后上去之后呢 这个位置啊 一样的是有个赠送的空间 这里面一样是有个赠送的空间 好大概是这样 然后的话我们的21屏的构造 大概是这样21屏 21屏大概是这样 其实空间感都挺不错的 21屏好吧 21屏或包括29屏的空间感都挺不错 这个户型大概就这样 对吧 对吧